我女都快七岁了 我女八岁 你都快点了 我叫你快点了 我们在讲臭女精 今日披荆斩击的哥哥开播 刘凯威作为三十位哥哥的其中之一 备受关注 不仅仅因为他是杨幂前夫 还因为他自带一点搞笑难熟性 因为在车上紧张地不敢看镜头一事 成功登上了热搜 仔细一想 刘凯威确实很少参加综艺节目 这几年刘凯威作品非常少 几乎是全职奶爸 在四年时间里只拍了两部戏 也都反响平平 如今刘凯威和杨幂离婚仅四年时间 杨幂还是那个坐在娱乐圈顶端的少女蜜 而刘凯威已经落魄到鸡鸡无名了 大家都知道 刘凯威与杨幂在2018年已经离婚 在离婚的时候 他们的财产是这样分割的 两个人共同财产50亿元 杨幂获得45亿 刘凯威获得5亿 以及女儿小糟米的抚养权 小糟米一直跟着刘凯威在香港生活 这也让杨幂受到了很多争议 很多网友吐槽杨幂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妈妈 一直都在不停地忙工作 根本没有时间回家看孩子 当主持人问杨幂一年去几次香港 杨幂拒不回答 还忙着你多久看一次孩子了 有时间就去看 去香港看 大概一年要去几次 我真的不能说 我私生活真的不想说 就是会有空就看 然后有空就会打视频电话这样 不知不觉间 小糟米竟然都已经8岁了 小糟米作为刘凯威与杨幂的女儿 一举一动都是备受外界的关注 前段时间呢 刘丹在采访中提到了孙女小糟米 她透露小糟米的普通话说得非常标准 因为刘凯威准备往内地发展 所以孙女小糟米有可能会去内地读书 对女儿的教育成长方面 刘凯威与杨幂作为父母还是很重视的 并且愿意给予最好的生活 有一次刘凯威给小糟米打电话 她问要不要去北京都说妈妈在这边 小糟米的回答让杨幂泪崩了 小糟米说我好想妈妈呀 这句话让杨幂直接哭出了声 她也是很无奈吧 有网友表示孩子来内地也挺好的 其实杨幂心里也很疼爱女儿 就是见面机会太少了而已 给糯米啊 买了巧克力啊 还有一些她的衣服 她很喜欢吃甜品 对 一直以来很多人都指责杨幂 只顾事业完全补孩子 当初在杨幂生下孩子以后 为了能够拿到那三页的投资 便签下了对赌协议 然后杨幂就开始变身为工作狂 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 就借了三部电影七个综艺和十二款代言 其中最夸张的一年里 她直接拍了十一部戏 还好在最后一年里 由她主演的三生三世世里桃花火了 嘉行超前完成了目标 市值一跃涨到了五十亿 在这三年时间里不仅仅是杨幂翻身 要成为资本的三年 也是小糯米人生成长中最重要的三年 我觉得自己其实 一直会把工作当成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从来没有说会觉得突然间工作要紧张 或者是怎么样 那可能唯一不习惯的就是比较想小糯米 在披荆斩击的哥哥二节目当中 刘凯威也被问到了这个问题 杨幂真的不回家看女儿吗 刘凯威直言 一有时间就会回来看的 而且小糯米和妈妈两个人的母女关系很好 刘凯威这个回答也是很让人意外 这也算是为杨幂澄清了 在两人的婚姻中 小糯米肯定是无辜的 在成长中自然也希望能够有妈妈的陪伴 所以不管是谁的问题 都希望小糯米能跟父母都保持着不错的联系 不要在日后徒留遗憾呢